前一天在造势场合奖经济政策的前美国总统川普 今天在自家位于纽泽西州的高球俱乐部开记者会 要再谈经济 台前摆了各种消费产品搭配图表 锁定物价上涨的通膨问题 这是川普在一个星期内第三次大动作 希望掌控新闻话题走向 今天这场活动虽然定义为记者会 川普也罕见的拿着有笔记的文件夹献身 但现场有川普支持者组成的鼓掌部队 谈话内容也和川普在造势场合说的一样 说是记者会恐怕比较像是造势活动 跟前一天同样的模式是川普没多久就偏离主题 花大篇幅抨击贺锦丽 说他毁了美国毁了世界 也抱怨拜登辩论输了被逼退 川普一个人讲了45分钟才让记者提问 被问到美国民众要怎么解决信用卡卡债问题 川普说11月票投给他就好了 川普也再次攻击贺锦丽的智商 说他不尊重贺锦丽 主张自己有权对贺锦丽做人身攻击 对于自己和范斯被民主党称为怪咖 川普不满的说自己这样才是被人身攻击 川普从2016讲到2020 不认为自己需要调整竞选步调和调性 坚持自己正在进行一场冷静的选举 川普也说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好 当选之后希望能够改善和伊朗的关系 友好相处 川普今天这场记者会登场前 贺锦丽竞选办公室发出一个酸味十足的采访通知 预告川普将在公开场合胡言乱语 散播危险谎言 地点也不在摇摆州 那么这个通知上也说 川普言论虽然不是人工智慧产生 但是肯定缺乏智慧 这个可以说采访通知 搞笑性质当然是比较多 那么有一点说对了是 这一场记者会没有太多新的话题 TVBS新闻嘉辉美国华府报道